走下车面对车头 大半夜就直接跪在马路上 会这么委屈 全是因为车上的牙医老公 这一跪就是两分钟 直到路人经过怕被发现 牙医师才赶紧把空姐叫上车 画面曝光引发舆论踏法 痛批牙医师行径实在太夸张 家属控诉空姐受虐 早就不是第一次 受虐空姐身上到处都是伤痕累累 一想到对她家暴的牙医丈夫 还是心有余悸 空姐指控当初两人认识 牙医师就隐瞒已婚事实 即便两人登记结婚后 牙医师竟然还继续跟前妻同居 最夸张的是 牙医未造前妻签名 当作两人结婚的见证人 导致两人婚姻背叛无效 目前案子进入司法程序 但两人生下的小孩因为生病 每天得打18支营养针 维持生命 根据女方家属透露 牙医师还三不五时跑到家门口 想抱走生病的小孩 现在他们决定报警申请家暴令 并争取监护权 绝不让小朋友受到任何伤害 记者最后报道